秦岭维建别墅在铺内幕先交50万才能进院看房 被历代帝王尊卫华夏文明楼曼的西安秦岭 因为建别墅多次惊动中共高层并引发陕西官场持续震荡 近日露媒在铺新消息秦岭别墅群中 一处交西埃院子维建别墅项目院落内部奢靡需交50万元 才允许进入院落看房 广告秦岭北路维建别墅背后细节触目惊心 露媒近日曝光了秦岭维建别墅的深迷和神秘的内幕 中纪委曾数次专门派员到陕西 开展专项整治习近平六次批示人无法倾差 近期中纪委副书记徐令一两次赴陕西指导工作高层 接二连三的出手显示陕西的处理方式 令中央非常震怒 中国经济周刊20日在破新消息说 秦岭别墅群位于西安市护益区草堂镇 属秦岭适度开发区 建有别墅241栋占地面积14.96万平方米其中 西安院子项目是典型的破坏秦岭环境 不为建别墅项目 此项目是秦岭别墅群中一个有山有水 浑然天成的别墅项目 所建成的院落内部奢尼 2005年正式启动 2010年左右设计出来 期间主人不断调整策划报导介绍 这处院落在设计中兼顾文旅和住宅 从文旅层面讲西安院子是有私密性的 酒店式的 但住在这里让人有家的感觉 还可以在屋里做饭 从住宅层面讲出了房间到了院子里可以下棋 喝茶一家人还可以烧烤 每个院子里面还有一个用植被环抱的露天温泉 汤泡池让人有在自家院子里泡澡的感觉 在设计风格上 采用古建筑和现代民居融合的方法 主人称完全按传统 古建座的话 人住着并不舒服 在建筑材料上房子 用的都是精品 突出质感 墙体厚度达到37公分中间 是红砖墙 在外面又加了一层青砖 叫手工水磨砖 门泉是用老榆木打造的老门板工艺 很好看房者 首先要交50万元人民币 才允许进院子 不买房可以退 除了资产学历也要摆过来 在住户方面 主人要求购房者学历不能太低 的有文化只有文化人才 能够品味院子的古典情怀 据设计者介绍 西安院子项目一期 更像文旅项目手续 确实拿得出来 所以不再为建拆除之列 但27是一个住宅项目 27闭着眼睛就拆了不用质疑 相关人士还介绍了规模庞大的秦岭围建别墅的建成内幕 西安一位涉足房地产业 毕老板 称在秦岭山路建别墅 最初是一种个人行为 1997 1998年 就有了一些城里人 到农村买地盖别墅 其实也是不合法的 但有人看到 别人能盖那 我也能盖漫漫人就多了 另一位大型房地产集团陕西负责人 刘静说在期 八年前改变土地性质的事情经常发生 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 移民是一块工业用地八十万元 一亩拿的 但如果拿地的开发商是关系户交易点 土地出让金 就把土地性质变成了住宅用地 一亩地利润就是几百万元 转变土地性质后 文旅项目摇身一变 就成了别墅项目 而土地变性通常涉及到利益输送 过去给领导送现金 黄金后来一般就送房子了 外头一平方米卖两万 他卖给领导只有三千 还装修好了 刘静说 西安市委员书记 魏民州 因从开发商人那里 要来了一套别墅 于2017年5月22日落马 它是秦岭别墅问题 落马官员中最高官之一 目前 陕西官场大震荡 仍在持续中 中额